8月16日,吃瓜网友期待已久的暑期爆款美南天花板有俩娃大瓜 在懂瓜瓜的直播间揭晓真正谜底,竟然是众人从未猜想过的陈坤 并非最开始传的火热的邓维、谭剑刺、鱼士、陈牧驰等小鲜肉男星 按照狗仔的预告线索,暑期爆款是电影风神 陈坤在其中有短暂的出镜画面 陈坤年轻时的颜值也能匹配上美南天花板 在狗仔的形容里,这组词形容陈坤属实没毛病 不得不说,狗仔的语言组织能力属实太强 每次预告大瓜都会说得天花乱坠 勾引起大众吃瓜的好奇心 结果一出来,大失所望 线索一条条对上后,又不能说他完全不对 经此一试,懂瓜瓜以及鱼记洋洋再次被网友开骂是诈骗犯 明知道大家最想要看的是鲜肉顶流他房 却总是打着抱鲜肉他房大瓜的幌子 爆料众人并不在意的明星 这些狗仔赶紧找个场子上班 众所周知,陈坤早就公开过 有一个生母不祥的儿子陈尊佑 这些年一直将儿子养在国外读书 哪怕陈尊佑的面容对众人来说 算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帅哥 陈坤还是给儿子提供好的生活条件 与儿子逐渐处成无话不谈的哥们 如今传来他有了一对三岁大的双胞胎儿子 怎么看都让人觉得很离奇 大儿子陈尊佑不公开生母身份 这对双胞胎儿子如果不是被媒体拍到的话 难不成陈坤又要隐瞒孩子妈 再次去母留子吗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 就有香港知名狗仔爆出 陈坤与多年好友周迅引婚生娃的大瓜 某段时间陈坤周迅的双人词条还登上热搜 关于俩人在西藏低调登记结婚的消息 此起彼伏 从出现就再也没断绝 按理来说 陈坤与周迅作为娱乐圈内人人知晓的关系 很好的朋友 更是上下楼邻居的关系 哪怕他们官宣恋情 对众人来说也不是无法接受的事情 犯不上隐婚生娃 要是想走在一起并孕育后代 大放官宣就是了 为何要遮遮掩掩不敢透露 结合此前狗仔爆陈坤与周迅隐婚生娃的大瓜 再看到如今董瓜瓜曝光的 陈坤带着一大二小三儿子逛街画面 怎么看都很违和 哪怕陈坤对双胞胎儿子很是宠爱 会时不时换儿子牵手 还随时给他们拍照留念 却也给人一种不现实的记事感 细看懂呱呱曝光的陈坤双胞胎儿子 雅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小男孩 被陈坤的母亲和保姆分别抱在怀里 单从不经意间露出的五官一角 就能看出这俩孩子的颜值绝对很高 比哥哥陈尊佑帅气很多 面对网上越传越离谱的陈坤周迅 隐婚生娃大瓜 评论区一位知情人出面吐露真言 称最初讲述该爆料的香港狗仔猪皮 早就被扒出因为各种造谣明星恋情 被明星起诉 早前狗仔猪皮还造谣古天乐和baby的恋情 却被女方告到法院 最后的结果就是猪皮砸锅卖铁赔偿baby 却还是靠着造谣明星恋情赚钱 由此可见 陈坤和周迅的隐婚生娃瓜并不靠谱 这也就意味着陈坤被曝光的俩三岁双胞胎儿子 再次陷入到生母不祥的舆论中 虽然说陈坤现在这个年纪 有孩子是正常情况 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陈坤儿子的妈妈永远是一个谜 难道这一次是周迅 二人是凤子成婚了 在众多猜测和谜团需要揭开之际 陈坤本人五智冲浪回应了 他发文称 正好把两的近期离谱新闻一起回应了 跟周迅是死党 没结婚 以及家里亲戚多 孩子也多 但儿子我只有一个 我马上就进山没有信号了 谢谢大家关心 告诉妈妈们不要信 坤哥回应的条理清晰 短短几十个字将传闻回应的准确 又滴水不漏 最后一句更是非常幽默 使得网友们纷纷在他评论区留言笑翻 2001年的项羽项悟又项风 让25岁的陈坤和27岁的周迅相遇了 那时的陈坤还是个刚入影视圈的愣头青 而周迅已是斩获多项荣誉的潜力演员了 年龄上的相仿让两人也逐渐熟络起来 经常会在剧组里打打闹闹 之后更是搭档了巴尔扎克与小裁缝 《买伴之家》《鸳鸯蝴蝶》《画皮》等将近十部剧 尤其是周迅在演技上的经验 更是让他们一师一友成了相见恨晚的好朋友 许多人都说娱乐圈里没有真感情 个个都是镜头前的好演员 但是周迅和陈坤显然狠狠打了这种言论的脸 他们的友情直到如今依然在维系 不管是陈坤在社交平台耐力地替好友宣传新剧 还是十年如一日的卡点庆盛 亦或是两人间的救命之恩 这些我们有目共睹 而除此外 周迅和陈坤甚至还买了上下层的房子 当起了邻居 与其说是朋友 其实他们更像是家人 不过如果真的港媒所说 周迅和陈坤即将领证结婚 那就要变成真正的一家人了 前几日就有知名余记在直播中爆料 称两人计划在2023年 去世界屋脊西藏举行婚礼 不信邪的网友去扒了两人近日动态 发现陈坤确实有陪周迅去西藏游玩 两人作为多年好友兼合作伙伴 曾多次一同前往西藏的年龙寺祈福 而在俩人之前的机场合体照中 网友竟真的发现了猫腻 当天周迅身穿宽松黄色T恤和灰色长款外套 牛仔裤也是休闲肥大款式的 戴着墨镜和帽子很是低调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一向娇小销售的周迅 小腹好像微微隆起 大腿也比之前胖了不少 疑似已经有孕 而旁边的陈坤则黑衣黑裤黑鞋子 帽子眼镜口罩一应俱全 走在周迅身边 丝毫不畏惧粉丝的眼光 一只手搂着周迅肩膀 一只手挡在外面 像是怕人撞到了周迅 呵护又宠溺 这贴心保护真的很暧昧地举动了 周迅和陈坤是娱乐圈少有的 维持多年的异性朋友 从2000年 俩人一起合作的 像雾像雨又像风 就建立起了友谊 俩人好到什么程度 陈坤的公益活动需要宣传 周迅随叫随到 为其站台 周迅遇到男士 陈坤也第一个出头 每次生日 他俩也都第一时间为其祝贺 俩人不光一起去旅游 甚至买房子 都买成了上下楼 还和开了影视公司 要知道能一起合伙做生意的俩人 关系可超越朋友 甚至家人般亲密 有次拍戏 周迅下水 因不通水性 差点发生危险 周围的人都没发觉 只有陈坤察觉到了 并且把他救了上来 真真是过命的交情 这次两人身陷隐婚风波 不知道两人会不会出面成亲了 有网友激动表示 这么好的基因 要生个孩子得多好看啊 只是不知道这个年纪 还能不能生个小孩出来 并且更妙的是 此次爆料的香港狗仔猪皮 曾经爆出黄晓明和AB离婚的传闻 大家都觉得他是在造谣 没想到后来他俩果真离了 这次爆料周迅和陈坤 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应验 48岁的周迅经历了五段感情 一段婚姻依旧选择独身 47岁的陈坤有了孩子 却也单身至今 一切仿佛都刚刚好 两人相互结伴二十年 早已经历风风雨雨 也不再害怕岁月流逝 他们见过对方身边走过的数个伴侣 依然选择成为彼此依靠 要我说这种感情才是最可贵的 已经不用在乎 是不是真的成为另一半了 曾经有主持人问过他们 怎么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 他们回答这是一种爱 父母关系那么好 楼上楼下的住着像兄弟姐妹这样的爱 他们的感情已经超越了朋友的界限 可以成为家人互相陪伴 也可以继续做彼此的风景互相成就 两人如果真的在一起了 网友肯定会很祝福 因为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彼此的人了 如今眼看着陈坤又长大了 眉眼也展开了 许多人也试图从他脸上找到生母的线索 其中最大怀疑人选就是何林 因为他在大学时期和陈坤有过暧昧 而这也最符合陈尊佑的年龄 其次便是周迅 他和陈坤虽然一直宣称是朋友 但两人的亲密举动远超过了朋友的界限 而且陈尊佑也一直以干妈来称呼周迅 再加上港媒这次的爆料 似乎更为这则猜想添了几分可信依据 他们相识于纷繁的娱乐圈 一起拍戏 共事 聚会 一起看着对方与其他人分分合合 如果真的能够修成正果 那必定也是娱乐圈中的一段佳话 虽然相较于周迅的丰富情史 陈坤公开的感情经历显得格外单薄 所以不管周迅和陈坤是真的在一起了 还是继续选择做彼此最好的朋友 我们都尊重他们的选择 也祝愿他们能够收获各自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